身为五年老粉的剪辑我 终于追寻成功啊 果然粉丝一镇主 这次参与剪辑的老师 是你很多很多年的粉丝了 然后他知道我们来采访也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就想现场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他跟你说一句话就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嗨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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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免提呢 你好你好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你不要不要丢脸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我是看你那个《灵魂百度》 《黄泉天》里面演的那个《长生》开始喜欢 然后最后你的戏包括什么《漂亮书生》啊 还有那个《小事酬碑》啊 还有朋友我都有看 我一定要多拍戏 然后要尊弃收发 这个播不了吧 会的会的 然后哥你真的很帅 要听别人那些话 真的是非常帅的一个男人 哈哈哈哈 谢谢 是的是的 哎呦我天哪 好好好 就希望你以后的演艺生涯能一路坦荡光明 也祝我们未来能越来越好 嗯嗯 哎呀好遗憾 你今天怎么不来呢 还打一通电话呢 那可太暖了 我在山东 他们在这间 知道了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你知道吧 很喜欢的话就直接就是飞过来了 哈哈哈哈 男人 欲擒故重视吧